最后如果说你要把它制中非常简单 按右键 其实这边有个 Gravity 你就可以 直接把Center就好了 他就制中了 这个对齐方式 这样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在正中央 随意的怎么样放就怎么样放 另外如果说你今天希望上面这个惊叹 你就实在是看得很 不喜欢的话 那我刚讲过嘛你就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Hello World里面 确定这两个字 对不对你要让他这个经济号消失也非常简单 你就找到Values 这个Values就是相关的一些字串 比如字串支援档 这边有个String 就是相关的字串支援档你会怎么样 你就可以在这边 add一个 比如说add一个String对不对 那假设我今天add一个String 这个String的名称的话呢就是叫做 比如说叫 B 叫什么 B01 就是button上面的文字好了 然后这个文字名称就是叫确定 比如说我今天我就直接在这边打上这个确定两个字 他是希望说一个ID 然后配上一个 一个value 一个name 一个value 然后最后的话特别注意 他 没有 一般你想说以前windows 旁边应该有确定的 对他没有那怎么样确定特别是要 慢慢你要习惯他的确定是在点他一下 套用不是套用没有一个套用按钮 是要点到这边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多一个String的字串支援 字串支援的一个 一个String 一个value在这里 那当然你也可以怎么切到XML 实际上他是用XML的方式储存 存在这里 这边就有一个 那我要使用的话非常简单 就将来呢你把它save一下 特别说一定要save save之后呢你再切换到那个 我们的画面上 那这个时候我们按右键 Edit Test的时候呢本来是打两个字 那这个时候呢好你就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可以看到 只要你save之后有没有看到 B01就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用选的就好了 点他一下 他会出现什么 atString B01 有没有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各位有没有发现 金汤号有没有消失 消失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要多个语系的话 自己再查一下反正多个语系里面有 你就把values这个资料夾复制贴上去之后 看你要哪一个哪一个语系后面再将dash什么国家的 简称的话 然后呢再把那个翻译 就是String里面的那个xml 翻译一下 这样就有多个语系 在任何国家看到的 那麽 全钱 或论